剛剛大家已經都會模擬器了之後 模擬器也可以這樣玩喔 你看 在這裡 我們就到這裡 你看一下模擬器也可以這樣玩 這個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是接四五馬達的 但是我們的套件裡面沒有啦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稍微看一下 馬達也是接的方法都一樣 有一個馬達齁 那你有這個馬達之後 你就可以好像我們車子一樣 你要他轉動往前拉往後拉 要轉的那個角度多少都可以 然後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給你看一下城市的部分 在這邊齁 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控制他 這邊是用拉霸的 用拖曳的方式去控制他 我往後推一點給你看一下 執行的結果 你看一下齁 有沒有下面這邊有沒有在動 就好像你的遙控器一樣 就像各位的做了一個遙控器 就是說有一個四五馬達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Smart號件沒有 而且他目前也不支援 就是說目前他不支援四五馬達 Smart的部分 所以必須要用其他的 比如說馬克一號 或者是那個Arduino Uno那一個 Fly的那個部分才行 那另外呢 你看喔 這邊也可以怎麼樣 這裡還有一個 LED燈八顆的 你看我們現在 平常我們沒有那麼多顆對不對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裡面玩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一次這麼多顆 但是你注意一下他接線怎麼接喔 來 因為這邊沒有麵包板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像接線有沒有很複雜 沒有啦 事實上他就是同一個 這個 對對對 這個是不是接地 所以他們全部有沒有發現 全部接地都擠到一顆來 本來我們的洞是沒有那麼大顆嘛 但是這虛擬的 所以你可以塞多少顆都沒關係 那他就一顆一個 有沒有 陽極是不是就用這些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層次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所以只有陰極也就是接地的部分 大家共用接地 那一般來講這個真的本來是應該用什麼 用那個麵包板接出來 但是我們虛擬的 你可以這樣玩一下就知道了 這樣有沒有清楚 有了齁 那麼我們就要來往下走囉 既然看這個之後 待會兒就要來玩這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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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